從2018年開始 不知不覺 我已經更新了200多期舞蹈視頻了 但是呢 我一直有一個心願 光靠我自己的話 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聽說隔壁科技區 有一位卷王之王 如果是他 肯定能行 天將降大任於四人也 不過聽說子言這個心願 真的是有點複雜 所以這從搬來了一位幫手 感謝榮耀和我們一拍即合 我們將使用它的主角模式 和我們共同來完成子言的心願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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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非常的榮幸 真是非常榮幸 一直在視頻上看 你今天終於看到了活的品牌 你現在就是贊助在這個地方 對的 舞蹈圈阿普主不應該都帶很多很多的 那些化妝或者視頻東西過來嗎 會啊會啊 我帶了很多 但這只是我的一部分 你就臨時來注意一下 你帶這麼多 好麻煩啊 這這麼多衣服 這已經很少了 你很少很少很少 你沒有看到我家 先淺淺的了解一下 這樣我才能更好的能夠幫助到你 要不然你先來試試我們的服裝 感受一下 這 我現在實話說 這衣服我是真的不會穿 我絕對沒有任何做戲劇化的表達 但是我 所以經過了一番簡單準備之後 我們現在就 變成了白衣翩翩少年 我看你骨骼還不錯 就教你一個手部動作簡單點吧 就是你看首先是藍花指 等一下這是藍花指 對這叫藍花指 不用捏住 不用學恐懼 男生嘛 弱一個 帥一點的姿勢 既然子彥老師都跨骨骼清奇了 對 旋轉 對 然後左手背手 左手右手 對 還不錯 道具夠了吧 還在講 可以這樣打開 就是推 然後你用大拇指頂住這個扇 然後 用眼神 沒有這個 謝謝大家 我們給各種UP主都做過改造 但舞蹈區UP主真的不一樣 他們一般不會在家或者工作室這樣選擇一個固定場地來拍攝 而是會根據不同的體裁 舞蹈風格來取景 無論是外景還是棚拍 幾乎每次都是新的場景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坐下來 一起來看看子彥網之的投稿 來更好地了解它現有的拍攝條件 還有改造的需求 這看舞蹈 多是一件美事 你現下應該是不會感到尷尬的 應該已經練出來了 嗯 其實也有點尷尬 我平常都是自己默默欣賞 嗯 然後我這邊就是音量開到最滿 直接外放 可以可以 對 然後我發現你其實對光的意識也非常會選夠逆光 很多時候的誤區大家會覺得順光牌好看的其實逆光 然後這個時候應該是早上七點多八點的樣子 告訴我你是幾點鐘起床到這個景的 起床肯定看到三四遍 應該是三四點鐘 三四點 我們拍攝影就是梳這個頭 化這個妝 可能要三到四個小時 哇太辛苦了 以前我一直感覺 我覺得很多觀眾也會認知裡面就是一遍跳完的 其實根本不是這個 不是 然後我會很糾結 可能我一個舞蹈今天下午可能會跳四十遍五十遍 就卡在一個洞 四十遍 對 有的時候可能你會單獨一個洞 它適合這樣子的角度拍攝 你就會有一個一個鏡頭去 那就變成像拍MV或者像拍分鏡一樣去拍了 舞蹈修圍真的是太勸了 我再感叹一次 那比如你看 這邊有一位大爺正在注視你 那假如說現場真的有很多人在看 你怎麼辦 這是B 然後可能這一秒鐘沒人了 趕緊接上去拍一下 可能只有這一分鐘 你不需要這一邊把它跳好 就這個背景不會有人 但是你的前面 全是 再好幾點 就是你在現場跳的時候你會直接放音樂嗎 會的 會放 是廣場舞音響嗎 那種 不會放很大聲 如果你放很大聲可能人就更多了 對 那你就通常帶個小藍牙音箱這樣 對小的那種 我進B站我是14年 我是看著這舞蹈其實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離譜 然後你就 就應該是比別的大部分區的 綜合畫質是要高的 所以看完了之後呢 我的感觸就是 紫嫣老師 我先告辭了 我沒有什麼別跟你講的 我真的覺得 其實都是看起來 有些好像還可以 但其實我們拍的時候都是 還是比較簡單 是嗎 那你有什麼難的 也許我能夠幫你來改造一下 Tim老師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去年 河南衛視有一個落神父的節目 就那個水下的那個 那個還強 那個我拍不了 但是其實我更多的是想拍一個 飛天版本的落神父 就是因為我們有調過威亞 你沒調過威亞 你沒調過威亞 那這個我就可以跟你說到說到 我調過威亞 比你吃過的麵條 也沒有這麼誇張 反正我調過威亞 那就是 我幫你吧 Yes 爹未定 那麼說幹就幹 我和紫嫣分頭行動 紫嫣負責她最擅長的舞蹈 而我這邊則負責搞定 一切和拍攝有關的設備 希望能夠給紫嫣一個驚喜 歡迎收看 UP主化這改造計劃 舞蹈 我覺得我們這邊沒什麼問題 不知道Tim老師那邊現在怎麼樣 可以 來潛水吧 好痛啊 這個這個這個好燙 怎麼會這麼燙 這個夏天真的太離譜了 不得不說我們公司的人 整活能力還真的強 居然能真的找到這個地方 我給他們佈置了一個任務說 這個找一個比較好的景 能夠適合我們來做這次的這個 飛天洛神父的拍攝 沒想到居然真的找到這個景 你看從那邊看真的很漂亮 這次我們來到靜雲 找到了一個非常開闊 而且仙氣十足的自然河岸景 也正是因為這邊有著平坦的地面 我們能夠方便架設 這次用於實現飛天的核心設備 3D為牙 歡迎來到我們的這個真正的片場 你看到這些了嗎 哇塞 超高 我剛才從那邊走過的時候就看到了 超級高 然後他們說這個不會是 等會兒要吊你的吧 我說應該是 我們之前其實有吊過1D為牙 還有2D為牙 但3D為牙從來沒有試過 它的不同之處在於 通過架設四台吊機 從各個方向拉出四根鋼絲 它能夠使人物在一個三維空間裡 自由地移動 上下橫竖斜飛 怎麼樣都行 你恐高嗎 有一點 但是我那天飛上去 沒有一點害怕的感覺 是吧 那等會吊下去 很容易 我估計很有可能 這個5分鐘以後 旁邊有修生老師在旁邊 對 跑下去 現在這一切 我們總算都準備好了 來吧 我們伸起來吧 好的 來 威亞往上伸 這應該是絕對安全的嗎 應該 絕對安全的 可以的 為什麼我在做 來 全部往上拉 哇 手不用去扶 老師 好的 然後一後 一二往那邊拉 一二的時候拉快一點 這就是3D它所循環的可以切 然後它也可以 基本上整個空間裡 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去走了 對 沒錯 然後 這個是電動的嗎 這是手拉 也是手拉 人力嗎 那不會很吃力嗎 掉這麼高 會 所以拉的人 兄弟們非常的辛苦 哇 這太牛 好 放 梓堅老師也嚇到 太美 對 繼續 還來一點 伸 往上伸 伸 往上伸 所以說現在我們要嘗試拍一個近景的跟隨畫面 這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點吧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3D改成兩個2D 這樣的話可以和梓堅老師同步飛行 非常不錯 這個我相信我沒有恐高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我可以的 本來一切都按照我慢拍好的進行 但上一秒還晴空萬里的天空 突然就變得霧雲密布 總之最後我們沒有能拍到子言心目中完美的薇雅飛天 真的很遺憾 只希望我們能幫子言完成的這次拍攝 能成為他日後回想起來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回憶吧 這次拍攝我們時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番惊心动魄之后 紫妍的飞天心愿也算是基本实现了 但是对于一部完整的舞蹈视频来说 最重要的占片幅最大的肯定还是舞蹈本身 所以在我们正式拍摄当中除了常规的设备 我们还设置了一台荣耀70 Pro 它的Vlog主角模式能够拍摄到舞蹈的大全景画面 还有中近景主角画面 一次拍摄生成两只独立的高清视频 其中主角画面的视频在有多位伴舞的情况之下 它能够依靠先进的AI人像集中算法 实施认出主角在画面中的位置 智慧追焦主角紫妍 使主角始终处于画面的中央 紫妍在舞蹈排练过程中 也通过荣耀70系列的Vlog主角模式 同时拍摄到群舞的全景 以及自己作为领舞的中近景画面 这样方便它检查整体的舞蹈动作 还有自己单人的表演 对了 荣耀还支持给我们荣耀新品平板8 和全新荣耀MagicBook14笔记本电脑 等多款全场景智能终端设备 我们在现场使用平板作为监看 用笔记本电脑做现场剪辑 非常的方便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京东满 物流还是挺快的 最后再次感谢荣耀队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就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